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琼领 大家好,欢迎来到琼领,我是琼哥 一个专注与不标准普通话的电解说 很多人都梦想着天上掉下柄的事情 但是天下可没有免费的午餐 如果你有100万美元,你会做什么?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部电影叫《磨合》 天上掉下的下柄可不是那么容易拿的 影片发生在圣诞节前新 一个神秘的快递被放在了主人公的家门口 女主在睡门中被驚醒 当她拆开快递,发现是一个精致的盒子 尔赫卡善写着,会在当天下午点 对方将亲自上门 但我们的男女主人公并没有特别在意 而是各自上班去了 我们的女主是一名中学老师 但是因为小时候的意外 她的右脚脚只被全部截肢 走起路来显得一拳一拐的 尔巴上的小孩子们也因此嘲笑她 女主当然不会和这个学生计较 只是下课后,女主却被校长告知 教职工无法再继续享受 职工子女学费减免的优待 这对女主来说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紧接着,在宇航局工作的男主那边 也传来了不好的消息 原来男主一直在申请宇航员的名额 然而工作卖力各项指标都完美的男主 却被拒绝了 一天之内,夫妻俩同时收到了坏消息 没有了学费的优待减免 丈夫无法升职 家里的收支即将路不复处 而妻子的矫正手术更是遥不可及 就在这时,门铃响起 原来那个顺包裹的沉迷人真的如气而至 只是当她转身,大家都吓了一跳 原来这个神秘大叔昨年被严重灼伤 虽然相貌丑陋,当时却闻之彬彬 他走进屋子,让夫妻俩拿出那个收到的包裹 并且告诉两个人 这个盒子的使用方法非常简单 只要按下上面的红色按钮 他们就能获得100万美元 只是按下按钮的同时 这个世界上将会有一个陌生人因此死去 两人听得一脸懵闭 甚至觉得这个大叔是不是疯了 但是大叔紧接着告诉夫妻两个不用马上决定 他们有24小时的时间可以考虑是否按下按钮 同时为了表示这个真诚 他送给两个人100美元 然后戴上帽子,提着一箱的美金离开房子 夫妻俩听完这荒唐的规则 一开始拼命否定 但又觉得为什么会有人和自己开这样的玩笑呢 而作为理工男的男主 却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将盒子拿起来 研究并决定将盒子拆开 女主下的上前阻止 可是男主的动作更快 只是当盒子被拆开后 两人发现盒子内空空如也 这下男主觉得这肯定是一个恶作剧 只是女主却不这么认为 为什么要用真金白银和他们来开玩笑呢 两人开始陷入该不该按下按钮的挣扎中 其实这也是人之常情 毕竟面对100万美元的诱惑 谁能抵挡得住 但是如果按下按钮 真的会有人因此死亡呢 可全世界每天会使那么多人 面对各种因素 女主突然不顾一切的按下了按钮 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按下了按钮 也许她太需要这100万美金了 也许她只是想要证明 这不过是一场恶追剧 老耳第二天 悔龙大叔如约到访 她没等两个人开口 就将100万美金交给了夫妻俩 然后驱车离开 两个人吓坏了 如果给钱是真的 那死人也是真的了 于是男主拿起箱子 冲出大门 想要将钱还给大叔 可惜车子早已经扬城而去了 追出来的男主 只能记下了大叔的车牌号码 与此同时 一名女主在家中被自己的丈夫枪杀 警察赶来的时候 丈夫已经逃之夭夭 而警察也在被防守的卫生机里面 发现缩在角落的女儿 一切看起来都是莫名其妙 老耳不久 女主的妹妹邀请大家参加她的婚前派对 而男主也将自己 亲手自主的角膜送给了妻子 女主戴上角膜 终于可以正常的走路 在玩宴派对上 大家都显得特别的开心 只是男主在抽奖环节上 抽到了一份奇怪的礼物 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 男主当时并没有在意 而是直接和自己的警察岳父 聊起了那个毁龙大叔的事 当然100万美金和杀死陌生人 这个鬼的事情不能说 他只是希望岳父能够帮自己 查毁龙大叔的车子来自哪里 然后正在这时 女主在派对上 接到了一个警告电话 电话那头的陌生人 警告女主不要再追查这件事情 并且他和男主的一切动向 都已经被他盯上了 正当女主赶到毛骨省蓝时 他看见了在学校里面 嘲笑他走路自身的男同学 这位同学看起来是兼职服务生的 但是那一连鬼的笑容时刻 盯着女主 对他比了个胜利的手势 这一切让女主心欢不已 看见家的老婆惊慌失措 男主赶忙上前寻望 得知了老婆在学校里面 被记得学生欺负的事情 男主活冒上脏 直接上前教训了这个嚣张的男同学 随后派对不欢而上 回到家里 男主出于感谢 要送儿子的家庭教师回家 只是车子开到一半 家庭教师突然语无伦次 甚至开始流鼻血 男主觉得一脸懵逼 回到家后 他突然发现 自己在派对上抽到的那张黑白照片 居然是年轻时候的鬼龙大叔 而鬼龙大叔居然曾经也是隶属于宇航员 正当他一头乱码 不知道从何查起时 岳父联系了男主 原来岳父正是负责那莫名杀气案的警员 男主来到岳父的调查现场 从岳父那得知鬼龙大叔的车子 来自国家安全局 而岳父调查的这起案件的嫌疑犯 同样来自宇航局 男主觉得这一切 似乎藏着一个惊天阴谋 他无意间发现了一张图书馆拍摄的照片 于是他悄悄的拿着照片 准备去图书馆寻找线索 而另外一遍 妻子在超市购物时 突然一个陌生大神走过来 他一边流鼻血 一边告诉女主 一切都和他们无关 都是国家安全局干的 一切答案都在图书馆里 并且给了他一张纸条 然后就运了过去 出于好奇 女主来到了图书馆 他通过字条上的数字 找到了一盘胶卷 通过播放 了解到事情的真相 而男主通过照片的线索 也知道了真相 原来毁龙大叔曾经是宇航员 在他从太空返回地球的头中 被雷电击中 当大家以为大叔都已经死去时 他却莫名地活了过来 并且整个身体的技能 都变得超乎残狼 正在这时 突然图书馆里的人 都变得莫名其妙 他们开始围堵男主 最终男主被流鼻血大君 引导到了一个房间里 以为流鼻血大神 会带他走进房间 却没想到 要在三块水柱中 选择进入一个 男主被病无奈 选择了中间的水柱 并且在触碰的那一刻 被吸了进去 而另外一遍 女主得知毁龙大叔的真相后 却被迷晕了 等他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正躺在自家的床上 一睁开眼睛 就看见男主被一团水柱包围 女主大吃一惊 突然水柱砸了下来 两人摔在了床上 都很莫名其妙 但是他们却不知道 真正的危机正悄然而至 还以为已经逃过了一劫 他们开心的 来到了女主妹妹的结婚派对 可是当男主受不了 热闹的气氛出来透气时 却被一只枪给顶住了头 当他看清对方才发现 这正是被岳父 通缉的杀妻凶手 可对方告诉他 这些都是毁龙大叔的阴谋 两人上车想要去 宇航局寻找毁龙大叔 而杀妻人告诉男主 接着妻子 正是上一个被选中 暗动盒子的人 毁龙大叔自从被闪电击中 就被外星人给控制了 他们正在拿地球人 进行一项实验 如果每个人都为了 尽情牺牲他们的生命 那么实验将一直继续 而那些被杀害的人 将会被复制 培养成外星人控制的奴隶 而外星人要控制他们做事时 他们就会威胁的流鼻血 这也是为什么 男主女主老是接触到 流鼻血人群的原因 正在此时 突然路边出现了个 流鼻血的圣诞老人 一瞬间 一辆大车撞向了男主的车子 杀妻人当场拧了便当 而男主和妻子 却被双双转移回了家里 当他们走进房子 却看见毁龙大叔 正在家里等待他们 这时 大叔告诉他们要做选择了 这一次他们的选择是这样的 他们的儿子 此时被锁在卫生间里 并且已经又聋又雅 想要让他复原 还有个办法 就是男主必须亲自开枪杀死女主 看吧 100万美金还真的是一个毒馅饼 可事实上没有后悔药啊 为了孩子 女主决定牺牲自己 最终男主女主抱在一起 绝别之后 男主扣动了班机 女主硬身倒地 而卫生间里面的儿子 也恢复了意识 只是此时 另外一个温馨的家里 一位漂亮的妻子 正握着丈夫的手 欣喜地按下了盒子上的按钮 至此电影结束了 相信大家看完后 应该不会再祈求老天 给你送什么下饼了吧 好了 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